孔孟哲学是中华文化的极大成者 而儒家思想最原始的关怀 就是成就一个人类理想社会 不过最近大陆媒体刊登一篇名为 《收入的真相专题》 内容指出中国2011年的灰色收入 达到6.2兆人民币 大约占了GDP的12% 所谓灰色收入指的是 薪资以外非法取得的收入 这篇报道说 中国灰色收入有蔓延的趋势 腐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层面正在扩大 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 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潇璐的调查报告 《收入的真相》 近期在大陆媒体发表 基于2012年的调查数据 王潇璐完成了新的研究报告 结果显示 估计2011年 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 实际人均收入约为18.8万元 是统计收入的3.2倍 逐步推算 2011年居民灰色收入为6万2千亿元 约赚GDP的12% 主要集中在一部分高收入居民 但分析发现 灰色收入有向某些中高收入阶层 蔓延的趋势 说明腐败对社会的影响面正在扩大 社会面临严重挑战 黄小鲁推算 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经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区间 以对中国的社会公正 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十分严重的挑战 据了解 中国的灰色收入有三大特点 第一是谋取对象公款化 主要管道是各种直接或变相的化工为私 第二是谋取方式集团化 简单的说就是单位桥利明目滥发奖金 补贴人人有份 第三是存在氛围的正当化 一些公务人员以各种理由和借口 使自己心安理得地接受灰色收入 分析认为 灰色收入的膨胀与中共当局大规模投资有关 因为在公权力没有受到约束的情况下 执政当局介入资源配置 是导致公共资金流失 腐败泛滥的重要条件 尤其是对资源的垄断行业 这些灰色收入就特别特别的多 就像石油 电力 电讯 天然气等等 国企的上市 本来资产都是国有的 就是全民所有的 全中国人按道理来说 可是它一改制 改制以后国企上市以后 圈钱圈了很多钱 圈这个资金怎么分配 他钱多了 就变成了一下子又有总经理了 又有CEO了 这个钱他们自己也说了算 新唐记者陈翰 黄亦美采访报道